請問一下 不是吧 那時候沒有保育的東西 有什麼就吃什麼 那是因為 我們獵到台灣黑熊的話 一命會抵一命 好 那我就從開始講起 就是我們第一個獵人 獵到這個台灣黑熊的以後 一出三個月 家裡就出事情 就是家裡的某一個人就會 會往生 在第一、第二、第三 還沒有察覺 從第四、第五的時候 才開始發覺說 好奇怪 每次拿到 這個台灣黑熊的獵人 家裡都是一樣不出 三個月都無緣無故的這樣 往生 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所以說他們會把 我們會把這個熊當作一個 一個祖靈 因為他也是很聰明 聰明過人 那為什麼 後來我們的頭目 就召集所有的獵人 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自己想想看 因為我們獵到動物都會 帶回來部落分享的 我們沒有時候買賣 或者是很自私的自己吃 沒有 就是獵人去打獵回來 獵到的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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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召集所有的獵人 就跟他們講 你們可以想一下 獵到台灣黑熊的獵人 是不是 都一樣 其實上次會在 有這樣的情緒發生 而你們想想 有這樣的獵人 後來 那怎麼看呢 那他們放聖經 都會放在 中海拔跟高海拔的中間 才會獵到大型的獵物 比如說 三豬 三養 三槍 那 他們 那竹人講說 竹林 不是竹 竹目跟他們講說 這樣子好了 從今以後 我們不要獵台灣黑熊 不要獵台灣黑熊的意思 那 有一個獵人 就跟竹目講說 竹目 如果說我們的陷阱 我們不是為他而射的 為了抓他而射的 就是台灣黑熊 他自己掉進我們的陷阱 那怎麼辦呢 我們還不是一樣死路一條 跑不過死亡 那結果呢 竹目講說 這個要長 他說要想想辦法 那第一個呢 他們就靜了幾分鐘 結果竹目就想說 這樣子好了 我們先試用這個方法看怎麼樣 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說你的陷阱 有獵到台灣黑熊的話 你就先跟竹林起伏 先做個起伏 再來對台灣黑熊 所以先對此起伏 或是死亡起伏 我剛剛這個陷阱 我們不是為了女孩 這個陷阱 就是不想知道 這個陷阱 就是我 太有陷阱 就是跟他 道歉 就是不好意思 這樣子 後來 那你就 如果火的話 你就回頭就走了 等他差不多 餓死了以後 再把它拆開來 拆掉了以後呢 給他 買在旁邊 如果說沒有死 你就把它拆掉了 一掌給你拼死了 對不對 不是 他死就是我死他 所以說 就放開 就不要管他 等他死了以後 再來拆開了 那就過不久呢 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獵人 還是他的陷阱 真的 抓到了一個台灣黑熊 他一直怎麼辦 他很擔心 人家抓到大的獵人 應該很高興 可是我們不會擔心 不想說跟以往那一種情形發生 所以他就照著頭目的方式 去祈福 再來去跟這個熊 道歉 走了回去 還是要不放心 因為他是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頭目交代了以後 他是第一個獵到台灣黑熊的人 他很想說 行得通行不通 對不對 他回家還是一樣 所以不早吃 吃不下 整天都跟家裡的人固在一起 很怕說會失去某一個人 不然是你也會擔心 對不對 後來過了三個月 咦 沒事 半年沒事 一年兩年都沒事 所以說 這種習慣 已經有到我們這一代 都一樣的情形 那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會跟這個熊 跟人會面對面 因為熊呢 我到我們忍的氣味 他也會閃一邊 他不會跟我們面對面 那我像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聽到熊在那邊思吼 這座山 就算你要經過這座山 熊在那邊思吼你會去嗎 不可能會去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那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碰到正面 跟這個台灣那種正面的 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靈怯 轉角的地方 對不對 他從這邊 我們從這邊 我們的氣味也追不到他那邊 一定是往這邊追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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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